这一日早上醒来 魏无羡听到山那边有些声响 走过去一看是些匠人在挖路 蓝湛蓝湛你快来看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在做什么呀 魏无羡挤道 有温宁在不可能有人可以随便进零花花 那便只有从云深不知处下来 而云深不知处是设了结界的 闲杂人等也是进不来的呀 蓝湛蓝便走过去牵了他的手笑道 叔父说你以后上上下下来往的情 绕前面山门太远不如在这给你开条路 啊叔父这是 魏无羡也不知说什么了 他也不是现在才来的情呀 这老夫子 魏无羡忍不住好笑 确实是 云深不知树里每天都有这些人 从山上下来 老是在这后山跳来跳去 有时哑正得很 更何况老夫子近来自己也是来往的野情 他是断然不屑于跳下来 从前上绕过来着实远 可是小阿黎也着实可爱 不多去看看他 老夫子便是连觉也睡不着了 以后阿黎若是长大了些 可以自己上山 那小矮身子要绕那么远的路 老夫子想想都心疼得很 若是他们旋路远 不想老是上山来 那可不更是亏大了 晚修也是修 早修也是修 迟早都是要修 不如早点修 还能早点 张魏莹高兴高兴 唉 这个魏莹 云深不知树 真是给你翻了个个个呀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谁让人家整了个 这么小可爱出来 咳咳 还是得想个法子 让魏莹上山来住着 要不山上这些人的心 全散了 老夫子这么想着 摸了把胡子 觉得自己有点越来越糊涂了 不过糊涂点也挺好 每逢春天 人生不知处总会有一批 来听学的世家子弟 老忘记又开始 每日要上山去授课 因为阿黎 尚需如母 他们三人 更是在莲花屋住着 阿黎已经可以不用服 自己坐起来 上下牙床 也各长出了几颗 亮晶晶的小牙齿 他几乎不怎么哭 整天笑眯眯的 穿个小白袍子 像个瓷娃娃 那胖嘟嘟的小胳膊小腿 像藕一样 洁白清香 有些嫩 让人总有想咬一口的冲动 不过 也就想一想吧 谁也没那个胆子 魏无羡看着他 常常觉得 很奇怪 这便是自己肚子里 跑出来的 偏偏还这么可爱 魏无羡对自己幼年时期 本没有什么印象 如今 却感觉这个小孩 似乎是自己小时候的翻版 也许 阿爹和娘亲没死之前 自己也是这般 幸福可爱的吧 常常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确实 也是隔了世了 这一天 子珍来看阿黎 他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他也很喜欢小阿黎 这次 又是带来了好多东西 吃的 玩的 各种小玩意儿 应有尽有 不多久 司追和锦衣便也下来了 年轻人一见 自视轻折的恨 魏无羡便铺了张布 在那亭子间里 将阿黎放在上面坐着 大家拿着小玩意儿 逗他玩 阿黎被几个大哥哥围坐着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每个都俊 他都喜欢 为了表现一下 便拧了些口水 扑扑的吐了几个大泡泡 给他们看 逗得他们大笑 他便也笑了 眉眼弯弯的 张着那张仅有兮兮几颗牙的粉嫩小嘴 口水蜿蜒的流了下来 竟然便是帕子也来不及拿 抢着用手 帮他把那流下来的口水逝去 小绵面也想来跟阿黎玩 但又见 都是些男孩子在那 颇有些不好意思 子珍便拿了个柚子走过去 递给了他 你吃吧 很甜的 这是他们那里的特产 小绵面红了脸 慢慢地将柚子剥开来 自己取下一半 余下的都放到魏无羡手中 并又悄悄地坐在角落里 一颗一颗数着 吃那柚子的饶 魏无羡发现 丝椎和子珍好像格外要好 可是凭他那敏锐的感觉 又不是那种关系 子珍临走的时候 丝椎悄悄地塞了个包在他手中 子珍便顺之又顺地收入怀中 是什么 魏无羡不知道 便更是惊奇了 蓝旺鸡晚上回来 魏无羡便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这一发现告诉他 蓝湛蓝湛 我发现 撕锥跟子珍很好耶 哦 撕锥的事 蓝旺鸡向来上心 便有些好奇了 真的 可是又不像是那种关系 但偏偏又很好 今天子珍走的时候 撕锥还送了他东西 魏无羡坐鞋靠窗前坐着 纠结地思索着 你想知道 可要我明日问问撕锥 狼王鸡含笑道 狼王鸡若是问 撕锥肯定会说 不用不用 魏无羡一笑 我要让他自己告诉我 这种小事情便不劳烦 韩光君了 也不知他是不是又在打什么歪主意 狼王鸡便走拢去 穷腻地捏捏他的脸 眼里全是笑意 想了想又道 魏英 你想不想回山上去住 回山上住 叔父说 狼王鸡轻轻拥住他 再过些日子 如果阿黎断乳了 可不可以带阿黎回山上去住呢 叔父如今对他也总是用商量了 魏无羡一口就答应了 他如今便也是想什么事都顺着狼王鸡的 江城家生了个男孩 云梦那边已经猜人送过几次信来 魏无羡也正想着阿黎回云梦去看看 无奈因为一直天热 娇阳似火的 蓝起人不赞成阿黎出远门 等了又等 好不容易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天气 魏无羡便再也忍不住了 这日 顾无羡与狼王鸡打算带着小阿黎去云梦 老夫子便是再不舍也没话说了 只好左定主右定主 又是派了司追和锦衣跟着去 多照应这点 司追和锦衣自恃如愿 他们都极爱跟着狼王鸡和魏无羡出门的 一早 两人便下山来 顺便牵了小苹果下来 这是魏无羡早已叮嘱好的 那却女子 久未见魏无羡 翻了好几个白眼 又吭吃吭吃的 喷了几口气 魏无羡走过去 拍了拍她的头 换了她几声 又递了个苹果给她吃 方婷先下来 温顺了些 于是 狼王鸡牵着小苹果 魏无羡抱着小阿黎 坐在那头巨驴子上 得意非常 嗯 从前总说 还差个小的 现在好了 小的也有了 魏无羡想想 便是笑 不由叫了一声 蓝战 狼王鸡回过头来问 何事 不是 就是想叫你看看我 魏无羡于是 占了个大大的笑脸给她 阿黎坐在她怀中 摇啊摇的 舒服得很 自然 也是笑呵呵 狼王鸡便嘴角 悄悄上向阳 四追和锦衣跟在后面 见两人 又是 你的慌 也是一路笑 他们 早已是看习惯了 一路慢慢行来 至下午 才到云梦 精灵等早 等候多时 见了阿黎 便赶紧上前接了下来 欢喜不已 江城却是翻了个白眼道 魏无羡 等你多日了 今日才来呢 魏无羡便笑道 怎么 是留了什么好东西 给我吃呢 还是等着 我来给小侄儿 取名字呢 正是 等你来取名字 江城便道 魏无羡摸摸摸鼻子 笑道 不早说 我没准备呢 先去上香吧 虽追和锦仪 自去拴小苹果 精灵 忙把小阿黎 送到江城手中 也跟了过去 江城便领着 蓝卫二人 来至祠堂 魏无羡与 狼王军上了香 又一起拜了拜 便向江城手中 接过孩子 心里念叨 江叔叔 于夫人 师姐 你看 这是阿黎 是我的孩子 我带他来看你们了 可爱吧 师姐 你从前总说 我小时候很可爱 见谁都是一脸笑 阿黎她现在也是这样 我想 你一定也会喜欢她的 甚至 会超过对我的喜欢 名字 便是为了你而取的 师姐 我想你 想着想着 不禁 又滴下泪来 阿黎感觉到 有水珠 滴到脸上 回头见魏无羡这样 便忙转身 扑向她怀中 紧紧搂住 她的脖子 狼王军见此 也无言 只是默默看着她 眼中 满是关切 烧紧 终是止了泪 方站起 转身出来 精灵与锦仪 自是早已不见踪影 辞椎 却是拴了驴子 又给她喂了食 静静在 祠堂外候着 见他们出来 忙上前 将阿黎接了过去 魏无羡笑道 江长 还不快把孩子 抱出来给我瞧瞧 江长于是入房去 虚余 便伴着铁三娘子 一起出来了 孩子已经 一跃有余 也是生得 渐眉兴蒙 轻心俊矣 魏无羡自是欢喜不已 笑着向阿黎道 阿黎 你看 你多了个弟弟哦 你以后 就不是最小的了 要带着弟弟 一起玩哦 阿黎似是听懂了 好奇的 像那小小 还伸出手去 口里不住 呜呜哇哇地叫着 像是表示着 他对小弟弟的欢迎 礼物是早已经准备好的 便取出来 给了江长 纳铁三娘子便笑道 终是大伯来了 万一早说 要等大伯来 给孩子取名字呢 魏无羡略一思索 便道 就叫江巡 字 夜迪吧 不知你们觉得如何 江长在口里 迎了一回 女娘子相视一眼 君笑道 不错 就叫夜迪吧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